好,我们这边有两台50LC 左边这一台是 标配的,然后右边这一台 我们是加了三对位的 我们先演示一下左边这台用 红光怎么去压触摸 好,我们用 红光这一边如果去压触摸的话 我们要事先在 前面镜上,把触摸对好 然后填完胶去预热 压一下之后,用烙铁 我们再去红光一下 赶压它 好,这边我们是 贴好触摸的 这个瓶,我们把 瓶放在 这个红线这一块 红光这里 尽量不用特别亮 可以拧远一点 这边是我们刀头画的长度 可以随意摆放 隔着它的摸层这一间 就救它 隔着它的摸层这一间 你去救它 你去下家 多块钱啊 我看关注的话注意 他们怎么整个盒子 就是这样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我们去右边这台机子 上镜头的这一边 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样出没 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右边这一台501C 上轨为我们来演示一下 最少我们这一个边 会强到刀头的这 换了这条线 这一条事先换好的线是我们要放的位置 我们拿一根有金属反光照在它的触摸层 真空吸热 排键的话我们是切好的 以演示的话我们就没有切小烟胶 烟碎完之后我们一样把这个铁皮笼拌下来 然后下压点 好 好 好